看过我直播间搭建这本书的很多读者给我留言 主播出镜怎么样才能显瘦 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 总的来说在环境完全不变的情况下 使用不同焦段的镜头 主播出镜的效果看上去胖瘦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就用一颗镜头不变了 能不能通过灯光的调节来控制胖瘦呢 答案是可以 看完这期视频你就可以解决你的胖瘦问题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直播间使用不同的灯光胖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先看最常见的方案 在10点和2点的方向分别放一盏灯 我们选择埃蒙拉的200DS 安装球形肉光箱点亮之后发现 主播的肤质还是蛮好的 不过看上去蛮胖的 原因来自于曝光 首先正前方对称的光源 左右两边的脸的亮度是完全一样的 再加上球形肉光箱的特色 就是光线的方向很散 光线可以填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还有我脸上的每一条细纹 听上去怎么这么像广告词啊 没错 肤质看上去真的好了很多 不过脸上的阴影也没了 而阴影才是显瘦的重要因素 我们现在把阴影找出来 想找阴影首先要让光有方向 找一盏灯点亮就有方向 不过现在的光线到处都是 我们要让光线出现在我们想要的位置 所以可以给灯安装标准照 这一下灯光就有了约束 不过这样的光线在主播的脸上反差会很大 复制不太好 所以我们需要的光是既需要约束方向 也需要柔和的发光面 所以抛物线柔光箱是最合适的 想实现漂亮的肤质 这个发光面一定要贴近主播的脸 根据主播的脸型和肤质 考虑是否为柔光箱增加格栅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曝光的效果 主播的脸明显是瘦了 调整一下灯光的位置 你就可以找到既显瘦脸型又好的位置 除非你是超级明摩 否则不要轻易尝试正前方的蝴蝶光灯位 更推荐伦伯朗光的曝光方案 不过直播间曝光不用过度追求光笔和脸上倒三角的光斑 这需要鼻梁的高度 眉骨的高度 苹果肌的造型的综合作用才能显现 我们现在找到了让脸瘦下来的方案 不过现在还很粗糙 我们需要再打磨一下 如果在脸瘦的基础上 主播的脸立体一些 岂不是更好 现在我们就使用另一盏 爱萌拉的200X 安装一个调形肉光箱 这个30120的调形肉光箱 增加了格栅之后 会从身后营造一个长调形的光线区域 这个光就是轮廓光 适当的调整一下色温 让光线更暖一些 这样主播就更立体了 我觉得男主播出镜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过于硬朗 也可以在脸的另外一侧 点亮一盏 爱萌拉200DS作为辅光 这时抛物线揉光箱可以不加格栅 这个灯的亮度呢 也可以低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效果好很多 最后对比一下三种曝光方案 主播脸部的胖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在乎胖瘦的主播呢 可以选择方案一最简单 想脸瘦的明显一些 选择方案二 希望脸瘦一些 但不那么硬朗选择方案三 怎么样 是不是仅靠曝光就能让主播瘦下来 后面我还会拍摄更多直播间曝光的视频 如果你对直播间的搭建 还有更多疑问 也欢迎阅读我的这本个人直播间搭建与实战 19个直播间案例 总有一款 适合你